台湾中华保钓协会黄熙林等人 4号上午7时许搭乘渔船进入钓鱼岛海域 台湾海巡部门成功阻挡日本公务船登船要求 并护送保钓船顺利返航 台湾海巡部门4号介绍 全家福号7时许抵达距钓鱼岛1.7海里海域时 遭遇三艘日本船舰 80多日方要求登船 海巡舰艇全力阻挡 一小时后全家福号顺利返航 据当地媒体报道 台湾海巡部门当天派出四艘巡防舰艇 全程维护全家福号安全 海巡部门称 在钓鱼岛问题和渔民航行安全上 一向秉持不冲突不回避原则 若与相关事件 会迅速钓派舰艇积极前往处理 确保渔民生命与财产安全 据台湾媒体报道 日方向台湾有关机构提出口头抗议 对此台湾当局外事部门表示不接受抗议 今天中国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 有记者问道 今天台湾的保钓船只驶入钓鱼岛海域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发言人刘渭民表示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 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中国对此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 坚决维护钓鱼岛主权 我们已敦促日方不得采取任何危急 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方人员 生命财产安全的举动